你是我喚醒跳躍 你是我自由悲伤 不再被罪和困放 你是我永生盼望 你爱有无比力量 从今时直到永远 你应许不会改变 你已保险有能力 能抑制一切的伤口 你已不活能改变 一切的救助成为祝福 我们要高居 我们要高居你生命 你陪着所有随便你赞美 我们要用心心 和全意来敬拜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逼 愿你来设立保证在这里 我们要站开头 不停在美丽 你是我欺乐圈缘 你是我欢喜跳躍 你是我自由悲伤 不再被罪和困放 你是我永生盼望 你爱有无比力量 从今时直到永远 你应许不会改变 你的保险有能力 能抑制一切的伤口 你必须不活能改变 一切的救助成为祝福 我们高居耶稣 我们要高居你生命 你陪着所有随便你赞美 我们要用心心 和全意来敬拜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逼 愿你来设立保证在这里 我们要站开头 不停在美丽 我们要高居你耶稣 我们要高居你生命 你陪着所有最大的赞美 我们要用心心 和全意来敬拜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逼 愿你来设立保证在这里 我们要站开头 不停在美丽 你的保险 你的保险有能力 能抑制一切的伤口 你必须不活能改变 一切的救助成为祝福 再次宣告你的保险 你的保险有能力 能抑制一切的伤口 你必须不活能改变 一切的救助成为祝福 再次大声的宣告 你的保险有能力 能抑制一切的伤口 你必须不活能改变 一切的救助成为祝福 我们高级耶稣 我们要高级你生命 你配的所有最难的赞美 我们要用心心 和全意来敬拜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临 人力来设立宝就在这里 我们要展开头 不停战美丽 我们要展开头 我们要展开头 不停战美丽 我们要展开头 我们要展开头 不停战美丽 我们要高级你 我们要高级你 绝书 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 我们知道在你的爱中 我们已经得自由了 我们已经敬拜 我们要展开头 从事一切天赋 祂已经爱我 创造我 认识我 拣选我 才排毒圣经 耶稣基督为我舍命 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 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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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深刻 在基督裡我自由 南朝時以前 天父祂已經愛我 創造我 認識我 檢選我 在台獨聖誌 耶穌基督為我生命 從此敬如永恆愛的原理 我需要 我需要為的自由 敬如福音是難的 要賜給我生命 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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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自由 敬如福音是難的 要賜給我的命 恩典已經來到 救贖天光的照耀 我需要 在基督裡我自由 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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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自由 敬如福音是難的 要賜給我生命 我需要 我需要 我的自由 敬如福音是難的 要賜給我的命 恩典已經來到 救贖天光的照耀 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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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裡我需要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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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意的赦免 就是一末冬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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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有时已过都别诚实 真心的生命 耶稣的名 我宣告 我宣告 万一的自由 基督呼应是大能 要赐给我生命 我宣告 我宣告 万一的自由 基督呼应是大能 要赐给我能力 恩典一起拜祷 救赎光照耀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我要宣告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我再次宣告 我宣告 在基督里我自由 哈利路亚 主要是我们赞美你 我们要大声的宣告 在你里面 我们已经得到真正的自由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先来欢迎 欢迎圣灵与我们 与我们一起 同在 你们同在 我爱 этой 夫人赐 sleep 我宣告 在毅典五十五 阶上 再沒有失誤 能與你相比 琥珀的盼望 長越全世界 你同在你 我嘗到世上 最甜美的愛 當我心的釋放 握手回頭鬆開 你同在你 再沒有失誤 能與你相比 琥珀的盼望 長越全世界 你同在你 我嘗到世上 最甜美的愛 但我心的釋放 握手回頭鬆開 你同在你 我心的釋放 握手回頭 親愛 神明 我們歡迎你 充滿這範圍 攪拌在這裡 我全心 可夢裡 榮耀降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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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上赋予你的存在里 心爱神灵我们含应你 装满着套位交换在这里 我全心和目的荣耀降临 我全上赋予你的空在里 心爱神灵我们含应你 装满着套位交换在这里 我全心和目的荣耀降临 我全上赋予你的空在里 心爱神灵我们含应你 装满着套位交换在这里 我全心和目的荣耀降临 我全上赋予你的空在里 心爱神灵我们含应你 装满着套位交换在这里 我全心和目的荣耀降临 我全上赋予你的空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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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荣耀就能量身 祢让我们多感受 祢的落在 祢让我们多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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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着氛围 教官在这里 我全心苛慕 祢荣耀降临 而却想赋予 祢的同在力 亲爱圣灵 我们欢迎祢 充满着氛围 教官在这里 我全心苛慕 祢荣耀降临 我全心苛慕 祢荣耀降临 祢荣耀降临 万全相赋产 祢荣耀降临 万全相赋予 祢荣耀降临 万全相赋予 祢荣耀降临 万全相赋予 万全相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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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尝到世上 最甜美的愛 當我心的釋放 我心會都重開 愛 你同在你 親愛神明 我們敗意 充滿著氛圍 交換在這裡 我全心 可慕你 榮耀降臨 萬全相互與 你的同在裡 親愛神明 我們歡迎 充滿著氛圍 交換在這裡 我全心 可慕你 榮耀降臨 萬全相互與 你的同在裡 親愛神明 我們歡迎 充滿著氛圍 交換在這裡 我全心 可慕你 榮耀降臨 萬全相互與 你的同在裡 親愛神明 我們歡迎 充滿著氛圍 交換在這裡 我全心 可慕你 榮耀降臨 我全心 可慕你 榮耀降臨 萬全相互與 你的同在裡 我全心 可慕你 榮耀降臨 並 賛心 可慕你 榮耀降臨 我全心 可慕你 榮耀降臨 年轻的莫名 拥有降与 而倦相孤与 你的同在里 倦相亲爱 神灵 我们恨意你 充满着氛围 浇灌在这地 我全心 可恶你荣耀降临 万全生赋予 你的同在里 你同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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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灵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着我们 在今天晚上 能够这样更深更深的来敬拜你 救出圣灵 不断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在今天晚上 能够这样来考取你 能够这样来被你更新 主耶 说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这样来带领着我们 谢谢你的圣灵 更新我们 医治我们 充满我们 那我们继续享受在圣灵的里面 在今天晚上 谢谢你的带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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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怀疑你 谢谢你 我们下来带领 我带领 生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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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別讓我們一起開歌唱 我們可以自由的敬拜 把出人命要的聲音 獻上給我們主耶穌 生日啊 生日啊 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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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充满 充满 像我 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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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必得著能力 主耶穌就求你 吃下你的生靈在我們每一個人當中 讓我們能夠不斷的被你更新 讓我們不斷的有新的恩高 能夠在這個世界上 為你做美好的見證 能夠為你興起發光 主耶穌我們感謝你 謝謝你讓我們能夠遭聚在這裡 主要我們知道我們都是你的精兵 主要我們知道在新的一年 你要給我們新的盼望 你要給我們新的理想 你要給我們新的恩高 你要給我們新的恩典 你要給我們新的祝福 主耶穌我們讚美你 我們榮耀你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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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耶穌這樣帶領著我們 謝謝聖靈這樣充滿我們 再一次我們要用主教導我們的主導文來禱告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載 如同我們免人人的載 不叫我們遇見事態 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Amen 那我們再次將榮耀 歸給我們主耶穌基督 Hallelujah 弟兄姊妹請坐 那我們請陳中群弟兄來帶我們讀經 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一起來攻讀神的話語 今天的經文在馬太福音十四章十二到二十一節 請 約翰的門徒來 把屍首領去埋葬了 就去告訴耶穌 耶穌聽見了 就上船從那裡獨自推到野地裡去 眾人聽見 就從各城裡步行跟隨他 耶穌出來 見有許多的人 就怜悯他們 治好了他們的病人 天將晚的時候 門徒進前來說 這是野地 時候已經過了 請叫眾人散開 他們好往村子裡去 自己買吃的 耶穌說 不用他們去 你們給他們吃吧 門徒說 我們這裡只有五個餅 兩條魚 耶穌說 拿過來給我 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 就拿著這五個餅 兩條魚 望天 祝福 撥開餅 遞給門徒 門徒又遞給眾人 他們都吃 並且吃飽了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 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吃的人 除了父女孩子 約有五千 願神的話祝福我們 我們一起來關心 本週的消息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平安 本週我們要公守聖餐 請預備心 領受上帝的恩典 喜氣洋洋的春聯 帶來神的應許與祝福 青春期間 教會印製有多種形式的春聯 歡迎弟兄姊妹們 在聚會後 前往聖殿門口 自由選舉 本週 林牧師講到的主題是 望天祝聖 林牧師提醒我們在過年期間 為父母、兄弟姊妹 以及孩子 祝福祷告 感謝神 在過去一年 看顧保守我們所掛念 在遠方的家人 農曆春節期間 我們歡歡喜喜 全家人團圓相聚 我們特別要在除夕夜 為家人 向愛我們的父神 獻上感謝 並且全家人 一起用神的話語 敬拜、禱告 請利用教會提供的感恩祈禱文 在這個期間 為家人祝福 文心歡樂的除夕愛宴 將在1月27日 星期五的晚上舉行 邀請弟兄姊妹們 踴躍參加 每個人 每個人準備一道美味佳肴 讓我們共享愛的饗宴 有神的愛 有彼此的祝福 也有美味的菜肴 可向各牧區區長 或行政辦公室 黃麒婷幹事報名 我們感謝每個禮拜天 為我們準備愛餐的弟兄姊妹 因為你們的愛心付出 讓我們每周 可以享用美味的午餐 目前每個月的第四周 需要三位準備愛餐的同工 敬請弟兄姊妹們 踴躍向總務主 攀線堂弟兄報名 我們再次向準備愛餐的同工們 獻上感謝與祝福 耶穌說 我餓了你們給我吃 渴了你們給我喝 我做客旅你們留我住 我赤身肉體你們給我穿 我病了你們看顧我 我在街裡你們來看我 分享溫暖分享愛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教會募集溫暖的冬衣 要送給虛用的朋友 相關細節請下潘縣堂弟兄 電話是0932-702-385 0932-702-385 耶穌說 這些事你們既坐在我這弟兄中 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南都電台FM89.1頻道 天橋之音廣播節目 由林憲平牧師主獎的天橋之音單元 在這個禮拜天早上 8點到9點 將主獎培養富裕的心 晚上10點到11點 真情相遇單元 本週是四海讀金班創辦人 常思恩牧師 以及金行宴師母的專訪 11點到12點 古典樂心靈雞湯單元 本週精選的曲目是 由不同演奏家 詮釋海頓 李斯特 蕭邦等音樂家的作品 我們歡迎各位弟兄姊妹按時收聽 並熱情分享給身邊 渴望信仰的朋友 今年天橋教會的春節感恩禮拜 時間是在1月28號 禮拜六的早上9點舉行 隔天1月29號是大年初二 禮拜天的第一堂 及第二堂的聚會照常舉行 但不舉行第三堂的聚會 邀請弟兄姊妹在大年初一 1月28號禮拜六的早上9點 回到天橋教會參加新春感恩禮拜 接下來讓我們以更加喜樂的掌聲 歡迎我們敬愛的林憲平牧師 為我們講道分享 請各位請安一下好不好 人質的平安與我們同在 來 我們教會為各位一別樂春年 就在外面的地方 請各位能夠拿回去貼在家裡 我們家的門口 一定要貼一張 這次習俗不是中國人的 這個習俗是從猶太人來的 在2700多年前 整個猶太國被滅亡之後 很多的百姓流浪在外 那麼有一批猶太人就流浪到中國 他們就把猶太的習俗 就是出埃及的這個習俗就傳進來了 也就是說他們在過年的時候 他們會殺了一次這個羔羊 然後把那血塗在門框的上面 免得那個滅命的來進到裡面 把長子殺滅了 所以猶太人就是把這種習俗傳到中國來 中國在過年的時候 還是貼著這個門簾 是紅色的 是耶穌的寶雪 然後呢 我們也期待著帶給各位 通過這個門簾帶給各位祝福 帶給各位喜喜洋洋 也希望今年那個魅命的沒有到你家 這些很恐怖 我都一直在接到死亡的信號 你知道嗎 昨天半夜又接到一個過世 希望這個滅命的沒有到我們家 來滅我們的命 讓神的天使每天保護我們 其他人在外面 在外面你可以自己拿 那有兩種 一種是這一種 小小的一張 還有一種是三年 橫批的 像哈利路亞 這邊寫哈利路亞 這邊寫什麼我忘記了 有三種形式 今年這個字寫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個是洪燕老師寫的 他的書法曾經得過台灣的冠軍 很厲害 所以如果這是證積的話 又簽名會有錢可以賣的 但是沒有 他只有寫主事平安 天橋教會徵送這樣 所以這一張的價錢不是很高 不要 有一個 早上有一個年輕朋友 跟我說 牧師送給我一點 我說看什麼 他說拿去賣 OK 那也可以 不過希望各位能夠貼在自己的 門框上面會比較好一點 那還一點就是 這個在外面 請各位要回家的時候可以自己拿 還有一本就是 今年的時候 我們在過年 我們會圍爐 那麼在圍爐的時候 做一個家長 一定要帶著孩子們來敬拜神 感謝他們感恩 那麼要讀經 要會謝罪 求主 帶領 怎麼樣的為每一個孩子祷告 怎樣為每一個孩子祷告 為一個懷疑人祷告 或是為一個青少年祷告 為一個老人祷告 我都把它寫在上面 希望各位能夠拿回家的時候 可以用這本小小的冊子 就是祝福今年 祝福今年 這個小小的冊子能夠幫助你在年夜飯的時候 能夠來祝福每個人 如果你的家長沒有信主 我也期待著請他善用這一本念一念 你知道嗎 這個有好處的 有好處的 那麼也期待著在吃年夜飯的時候 希望你能夠擺一支蠟燭 或是三支或是七支 一支三支或是七支 那麼這個也好 這個是代表的 一支是代表全能的尊神 三支是代表的三位一體的神 那麼七支是代表審的完全 希望你能夠用一三七 不要用二四六 好 期待著各位能夠在今年圍爐的時候 能夠過得很快樂 很受祝福 那麼你在祝孩子的時候 我希望你能夠擁抱你的孩子 我們很少好像很少很少擁抱自己的孩子 越大好像很少擁抱 我希望你真的能夠每一個擁抱他 然後每一個你都祝福他 你知道嗎 如果是你太太 你應該擁抱他 然後祝福你的太太 你知道我 好久沒有抱過他的孩子要抱一下 你知道嗎 沒有抱過孩子的孩子要抱一下 不要太冰冷 不要太冰冷 阿太你過來一下 我抱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很重要 對 你不要那麼熱情 這個很重要 我們常常要抱孩子 就是過來的時候 就是在吃飯的時候 我希望各位能夠擁抱自己的孩子 當然了 擁抱一下 然後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做一個父親 一定要親自己的孩子 一定要親自己的孩子 小摸一下 OK 那麼這代表著家庭的甜蜜 這代表一個人家庭的甜蜜 希望各位呢 一定要把家建造在甜蜜的當中 建造在一種慈愛的裡面 OK 不要以為孩子長大了 孩子越長大 他真的很需要你 因為一個家長就是家庭的希望 跟家庭的重心 所以做一個家庭的主人 一定要執行你這種很重要的屬齡的工作 這個很重要的屬齡工作 一定要執行 所以今年呢 我也邀請各位 你如果是自己單親的 或是你自己是 兩三個人的 你就可以拿著菜來跟我們一起吃 我會一個一個為你們祝福 好不好 我會一個一個為你們祝福 期待著各位 能夠這個禮拜五的 不是禮拜五 禮拜五晚上 對 禮拜五晚上能夠來到教會 跟我們一起吃飯 我再提醒各位 你如果是一個人 不曉得去哪裡 你就來到教會 跟我們一起吃飯 你是兩個人也很孤單 你就來教會 你知道嗎 覺得三個人不夠熱鬧 你就來這個大家庭 跟我們一起吃飯 我不會受奉獻的 做傳道人真的是 每天都有很多 很先有趣的挑戰 然後每天所遇到的事都很新鮮 因為很多事都 你從來沒有想過的 你從來都沒有想過的 像昨天晚上我就接到一個line 他這個line跟我說 林牧師你不認識我 但是我忽然之間跳出你的line 他說非常感謝主 他又告訴我說 不過這個line 一生當中他只能夠用一次 只用這一次 只用這一次 用一次 他一直寫 他說告訴我說 我們教會的某個姊妹過世了 晚上清晨的三點零六分過世了 希望我能夠去關心她 這個line 半夜給我 你知道 晚上三點鐘給我 我嚇了一跳 你知道我嚇了一跳 你看一個line 醫生就用一次就通知我怎樣 一個人死了 你看有沒有很淒慘 他又告訴我說 不用回這個line 你知道不用回這個line 我就覺得 這事實上有時候 接到一個信息的時候 是一個壞信息 也是一個什麼 好信息 你的心境怎麼 半夜怎麼調整 一個朋友 我在去年的12月24號 還是25號 還跟小毅 師母 還跟一個老師 到他的病房去唱歌 他那天 結果他這幾天就安息出來了 我就想一想說 冬天 好可怕的冬天 每次冬天的時候 我總是會接到老人死 生病的死 你知道嗎 你知道現在 還在病房的裡面 還有兩個人在等死 真的 我就心中 就非常的難過 非常的難過 我常常聽到 你的弟兄姊妹 過世的時候 我心中總是 有無限的難過 我們常常會 享受在天上見面 可是 是何年何時何日 我不知道 但是這種憂傷 會在我們裡面 憂傷在你裡面的時候 你怎麼活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一個弟兄姊妹就像家人 他離開了 你很憂傷 你常常為他禱告 你很愛他 他夫人之間就離開了 你心中會不會難過 當然很難過 難過的時候 你怎麼樣的度過這種心境 你看一下今天的聖經 你看一下今天的聖經 你看一下 今天的聖經是很挑戰的 很有趣的 跟我讀看看來 約翰的門徒來 把屍首領去埋葬了 就去告訴耶穌再來 也是聽見的 就上傳 從那裡獨自退到野地裡去 眾人聽見 就從各城裡步行跟隨他 好回頭來第12節 約翰 這個是世襲約翰 他死了 他被當時的 猶太人的王叫希利把他斬頭了 希利本來非常的愛他 很尊重他 但是他喜歡批判 希利跟他的哥哥的妻子 叫做希羅底的婚姻 因為希利娶了他哥哥的妻子 叫希羅底 那麼希羅底呢 又有一個女兒 叫做沙勒美 叫做沙勒美 有一天 希利是生日 希利生日 希利非常的敬重約翰 但是希羅底非常的痛恨 那個約翰 一直想殺他 找不到機會殺他 一個丈夫跟一個太太 非常的這樣的衝擊 在兩期之間 希利看到希羅底的女兒 沙勒美跳舞跳得非常好 那天她生日 所以就講了一句很重的話 你要什麼我都給你 甚至全國的一半我都給你 結果這個沙勒美 就問了她的媽媽說 我們要什麼 這個媽媽就非常殘忍說 我要阿翰的頭 我要阿翰的頭 好可怕 結果希利就把阿翰的頭 砍下來 然後給沙勒美 沙勒美就給了她的母親 叫做希羅底 你知道 有一張畫 有一個女人拿了一個頭 拿了一個頭 然後又給另外一個女人 拿著頭那個女人叫做沙勒美 另外站在旁邊非常冷酷那個女人 叫做希羅底 我看著那張畫 你就會覺得很寒冷這種感覺 所以我期待的各位姊妹 不要起名叫做沙勒美 你知道嗎 沙勒美 我年輕的時候跟東牧師到東部去旅遊 回到她的家 然後就發現到東牧師的家裡 她的媽媽開了一家裡 給她聽 她的名字叫沙勒美 那我就跟東牧師說 是不是進來的人都不見了 她說什麼意思 頭都被砍掉了 我這很恐怖 這個沙勒美這個名字真的是很恐怖 那麼你知道 約翰也是耶穌的表兄 約翰在耶穌還沒出來之前 其實他在耶誠河十行十七 他是一個優太人的希望 他在優太人也是傳一個上帝國的福音 那麼詩集約翰是當時候的 以色列人、優太人的希望 他死了 他是耶穌的表兄 他死了 耶穌會不會難過 你會看一下第十三節 看第十三節 你看一下 耶穌聽見了 你看到這樣的描述好像很簡單 沒有把耶穌的心情描述出來 可是我相信那個時候的耶穌是非常的絕望 也非常的痛苦 他非常的憂傷 也非常的裡面非常的苦悶 所以呢 他就退到哪裡 他就上了船 從那裡獨自退到野地裡去 他就上了船 在家地利海 他就上了船 獨自退到哪裡 野地去 那麼眾人也聽見 就從各城裡步行 來怎樣 跟隨他 耶穌死了 耶穌成為神國的重心 他成為當時候優太人的希望 一個人的希望 他無論到哪裡 人就跟從他到哪裡 有光的地方 就有人來跟他 當你是一個充滿影響力的人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跟隨你 你看看 耶穌聽見 退到野地 眾人就從各城裡步行怎樣 跟隨他 這種跟隨耶穌 在當時候的 以色列百姓是非常強烈的 你知道非常強烈的 那麼呢 你又可以看到第14節 你看一下來 耶穌出來 見許多的人就靈敏他們 治好他們的病 這個時候的耶穌 你要知道 他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憂傷 非常的絕望 可是 他面對群眾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拒絕他們 耶穌從來沒有拒絕過這些群眾們 他擁抱這些群眾 而且他用一個字叫做靈敏 什麼叫靈敏 什麼叫靈敏 靈敏就是一種心肠之愛 就是用我的心肠去愛 我們一般的人 愛就是非常的外表 你好啦 我發現到現在用耐用了很多 你知道嗎 都會隨便寫個愛你啦 有沒有 喜歡你啦 有沒有 常常接到這種 想你啦 好像講得很輕鬆愉快 有沒有 但耶穌這種靈敏是一種心肠之愛 什麼叫心肠之愛呢 也就是說 每個愛都是很感動的 你有沒有經歷過 愛一個人愛到那種感覺 心會悸動或是 蚊子會叫起來 有沒有這種感覺 蚊子會打擾 你們有這種感覺過嗎 有沒有 你們還沒有愛到這種地步 對不對 你如果愛到這種地步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我再幾個例子 你可以更清晰的 就像 中國開 台灣開放 老兵回中國的時候 那些老兵回到中國的時候 遇到他的家人 有沒有在擁抱那種哭泣 整個人是怎樣 幾乎是肌軟的有沒有 那就是心肠之愛 這麼樣的描述可以知道 耶穌呢 出來了 跟建成許多的人 就靈敏他們 治好他們的病 耶穌從來沒有拒絕過這些人 這些人是病人 這些人呢 他們都是當時候的窮人 這些人在尋找一個救世主 他們在尋找一個Misai 他們希望有一個救世主 來帶領以色列人 或是優太人 走出埃及的統治 他們希望建造一個神國 屬夫神的國 就在地面上 耶穌成為他們的什麼 成為他們的希望 耶穌就是怎樣 他們的希望 耶穌並沒有拒絕 我覺得做一個 要充滿影響力的人 你沒有全力去拒絕任何一個人 這個禮拜接到一封信 這掛號 掛號 那個信封還用很多紙貼著 你知道嗎 就是那一封信是不能打開的 我還記得以前 在匯錢的時候 不方便的時候 都是這樣寄錢的 都是這樣走 錢包到裡面 這樣走給人 接到這封信封的時候 是掛號 我心中有多喜樂 你知道嗎 過年 有什麼弟兄姊妹有何康的 寄給我一些錢這樣 我就看著那個信封的時候 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樂 我就很小心的 用剪刀把它剪 然後希望一打開的時候 能夠很驚豔 能夠看到裡面有一 比如說牧師 你是很心的 為你奉獻多少錢這樣 有這個期盼 可是呢 一打開的時候 不是錢 是一封信 這封信寫著什麼 我牧師 我叫什麼名字 我是天教教會洗禮的 那麼離開天教教好多年了 我心中有一個痛苦 就是我希望我先生能夠 回到家裡來跟我們過年 他已經好幾年沒有回來 我希望你能夠為他禱告 讓他能夠回來 我也希望你能夠 打個電話給我 因為我不是你的電話 我希望你能夠打個電話給我 好教練能夠為我禱告 我接到這種信的時候 我心中會怎樣 想說是受到好空的 結果會怎樣 就會卡電給我 你知道嗎 你要不要打 還是要打 打了以後他告訴我說 牧師我真的很希望 接到你的電話 我問他說你到底是誰啊 他重新描述一下 我就知道原來如此 他的先生跟他曾經 現在天橋教會敬拜 但是先生因為 有一些案子 所以現在關在監導隊裡面 好幾年沒有回來了 他的孩子好久沒有看到 發發了 我就問他說你怎麼過生活 他說現在靠社會救濟金 再過生活 你知道嗎 牧師要不要祷告 讓我們能夠過好一點 你知道嗎 聽完了以後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有這樣 有沒有這種感覺 聽完了以後 你會不會有這種 靈敏他的感覺 會不會 有沒有很可憐 一個媽媽 他丈夫在監導隊裡面 然後呢 他有沒有什麼生活費 你會不會靈敏他 你接到這種信之後 打個電話 已經了解了對不對 你要不要再寄一些錢給他 要不要 我發現你沒有什麼靈敏的心 對 我就覺得還是要寄一些小錢 讓他怎樣 可以買個小菜 跟孩子過年嗎 我覺得一個基督徒 或是一個傳道人 怎麼樣的走過這個世代的想法 你怎麼去靈敏一個人 靈敏這個人 就是讓我真的愛一個人 當你真的要成為一個有影響力 能夠興起曝光的人的時候 你每一件事情的思考 一定要從愛去思考 從愛別人去思考 不是從自己的想法去思考 所以你可以 你又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耶穌靈敏他們 就怎樣 就自豪了他們 耶穌並沒有拒絕 你知道 並沒有拒絕 這個禮拜 天苗 然後我獻了一個奶給我 那這個奶很好玩 是轉給我的 他說 他是某某教會的弟兄姊姊妹 然後呢 他們已經在公所已經登記婚姻了 登記了 那是要去跟牧師說 他們希望能夠無業能夠在教會結婚 牧師一口就回解他說 登記了就不用來教會結婚 意思是說 教會要怎樣 先結婚才能夠去哪裡登記 才能夠去附贈事務所登記 記得 還沒有結婚的一定要記好 這個記得要很清楚的 他就說 他那個人就說 聽說你的牧師 任何人都可以為他征婚 你知道 就是說我 任何人都可以為他征婚 說那這樣的話 我到天橋教會 你牧師會為我征婚嗎 千秒就問我說 牧師 你會怎麼辦 弟兄 那你怎麼辦 告訴各位 你如果這種東西太立法 你到天堂的時候 也很多門會擋著你 我告訴各位 不是這樣 真的 我就跟他講說 我沒有跟他馬上說好 說至少跟我見個面 然後我跟他聊聊天 再 再為他征婚吧 你知道嗎 我不能夠說好 如果說好的話 對那個教會的牧師 等一下很不禮貌 所以我就有一個 婉轉的方法說 我先跟他見個面 然後呢 我希望能夠 跟他見面之後呢 跟他們禱告 我才能夠為他們征婚 結果回了千秒這樣 千秒就馬上把那一對 要結婚的青年男女 帶到天橋教會來 中午就等著我 要跟我說話 你知道嗎 聽說什麼 就發現到 我們有太多的律法 太多的宗教的想法 一個基督徒 應該把這個東西打破掉 應該要把它打破掉 當你是一個神的兒女的時候 不要把律法放在我們的當中 不要一直把律法放在我們的當中 那個靈敏之心就在你的裡面 我做一個父親 我真的非常喜歡我自己的孩子 我對我的孩子 好像從來很少有律法這種概念 我不知道自己是這樣想 也許有孩子會認為我很律法 也不一定 對 我的小兒子真的很厲害 他中文寫完了 發現最近都寫英文給我 全篇都是英文 那英文又寫得很深 我必須查字典 我就懶得查 我就抓幾個字這樣讀 最簡單的 我就知道他怎麼講 就是他現在也繼續實習 然後那個實習的地方沒有辦法給他錢 然後他又說他要到一家高科技公司 又要去工作 那家高科技要給他錢 不給他錢也不知道 你知道嗎 寫了這麼多東西 對不對 他又寫了 你一定要爹 你一定要為我祷告 為我祝福 這樣對不對 我現在又來就出來 這個完了又要怎樣 我就不能拒絕他這種事 他下來說 我要去租房子 要訂金700塊 那房租是1000塊 請你下一個要寄來的時候 多寄 一定要寄1700 不能寄1000 你這樣聽嗎 我就跟他說 OK No problem 他就說 他就跟他說 That is thank you 這樣而已 這個來就不一樣 1700 騙到就不見了 那麼你知道 這種做父親的馬上很主動 那為什麼呢 因為再過來就放假 你知道29號 28 29開始放假 放到下個月初 你明天不寄的話 可能來不及了 你知道嗎 所以明天 心如必須跑銀行 把錢寄過去 我不知道你各位 你跟孩子之間 有沒有那種非常愛 非常靈敏 然後沒有辦法拒絕他 對你的要求 我看看耶穌在這種 非常痛苦的時候 他非常痛苦 他就表兇實了 他非常的憂傷 他非常的絕望 不只這樣 他那個時候又承受了 一個新的壓力 壓力是什麼 他要成為當時候 優太人的希望 成為優太人的米賽亞 一個救世主 他不能夠拒絕 他能夠只能怎樣 他只能夠 靈敏他們 我希望你把這個 信息放在你心中 你如果要 在這個絕望痛苦的時代 無論是 這個國家好不好 美國好不好 現在國家的制度 會造成很大的痛苦有沒有 立一休有沒有很痛苦 有沒有 公務人員有沒有很痛苦 我覺得很痛苦 有沒有 80歲以後就沒有辦法 再領退休金了 這樣有沒有痛苦 前幾天有一個姊妹跟我說 牧師會導過80歲以後 就沒有辦法再領退休金 我就說你開始要存款 只能到80歲以後 就開始過活 他說 我們從以前都沒有想過 我現在當公務人員一輩子 然後呢 活多久 領多久 現在複零改變動作很難 我說那我就只好做一個機器 你走進去之後 就睡在裡面 就不要再出來 你知道 往天狗走 就到80歲 那天 沒有人生死那天 就結束生命了 你有沒有看到很絕望 沒有未來 可是 我跟各位提醒 在這種時代 在這種絕望的時代 你一定還是要把愛活出來 把靈敏活出來 把你的影響力活出來 不要被束縛在這個裡面 不要一直被束縛在這個裡面 你再看一下第15節 你看第15節 看到來 OK 我們一起讀來 天將晚的時候 門徒進前來說 這是野地 時候已經過了 請叫眾人散開 他們好往村子裡去 自己買吃的了 OK 耶穌說不用他們去 你給他們吃吧 來 第15節你看 第15節 第15節 來 你看 讀這個聖經節的時候 天將晚的時候 那麼你可以看到 這些人跟耶穌 已經多久了 早上 中午 直到什麼 黃昏 他們很喜歡跟耶穌在一起 他們很喜歡跟耶穌在一起 他們已經忘記時間了 他們跟耶穌在一起的時間 他們已經忘記了 他們一直享受到跟耶穌的同在 那麼呢 門徒就進前來說 這是野地 時候已經過了 請叫眾人怎樣 散開 他們好往村子裡去 自己怎樣 買吃的了 我去過 我去過 以色列一次 我知道這個地方 是個野地 旁邊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大的孫子 沒有什麼可以買的 而且那個時候 到底多少人 男生是五千 如果男的是五千 女的應該會超過五千 包括小孩大概一萬多人 怎麼可能到野地裡去 我在神學院的時候 我曾經被派到東河 就是東山旁邊 有一個小巷 非常小非常小的一個部落 叫東河 我被派到那邊去的時候呢 我下午就坐著車子 然後到那個地方去 那去的時候 進到那個教會的裡面 到我的房間一看 連床鋪都沒有 只有一塊板子 你知道 很可憐的 那麼呢 航空到的時候肚子很餓 就在那邊一直走一直走 找一個吃的地方 連吃的地方都怎樣 都沒有地方吃 我就用走一直走 走到哪裡 走到東山 從東河走到東山 然後走半個小時 吃了一頓飯又怎樣 要走回來 有沒有痛苦 哪有地方可以吃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真的很可憐 你就可以看到 當時候的這個門徒呢 進前來說這是野地 時候已經過了 請教眾們怎樣 散開 讓他們好往自己的村子裡去 自己買什麼 買吃的 你想一想 我現在 我現在跟你再想一想 我們有 我們有益備 我們有益備 門徒是這樣 我們有益備 我們自己有東西可以吃 那麼這些東西 我分給這些 另外的人是不夠的 所以請他們自己怎樣 去買吃的 你敢聽我 我再說一次 就是我只看到我自己的擁有 我看到我自己的需要 我看到自己所使用的東西 我沒有辦法再分給別人 天果絕對不是這樣的 我告訴各位 告訴各位 我自己想吃的 我擁有自己想吃的 想自己所擁有的 這是我的 那你要吃你要怎樣 自己預備 你有沒有發現到 然後 耶穌的門徒是活在 屬世的裡面 活在世上的裡面 教會的生活 不是這樣的 我想跟各位 教會的生活 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像中午 我上去吃飯 我不曉得那麼多人 在樓上吃飯 你知道嗎 不知道什麼 找一群人 說去老闆買給我吃飯 還有另外一群人 在餐廳等我吃飯 還有一群人 在餐廳等我吃飯 我一個人 那我就不曉得 怎麼跟人家吃 你知道嗎 當我到樓上去的時候 那一群人 哇 牧師終於來了 等你開飯 我就禱告 禱告不到三秒鐘 我就結束了 然後他們 我就發現菜太少了 可是要吃飯的十幾個 你知道嗎 你為什麼 你知道嗎 沒有人敢動 因為菜真的太少了 在這種情況之中 我就 念好他們家 開始看幾個 叫十塊 你知道 會不會把那個東西 放在我的碗裡面 不會 我就怎樣 先給大家吃 因為這是耶穌的方法 你知道嗎 他們大家都跟我說 我不喜歡吃的家 給別人吃 自己喜歡吃的 留著自己吃 其實不是 是怕不夠 你知道嗎 蛋也不夠 肉也不夠 菜也不夠 你知道嗎 結果呢 我就坐在那裡開個會 那個會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 一個人要出多少錢 他們自己開就好 叫我去 我就坐在那邊 不吃又很奇怪 我就跟他們吃了幾口 我跟他吵湯而已 你知道嗎 我跟他吵到肉湯 這樣可憐嗎 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想過這種問題 我以前在開脫教會的時候 一天只有五百塊菜錢 我常常敬拜完之後 回到家裡 晚上 差不多十點多鐘 剩下的東西 大家都吃飽了 剩下一些東西我吃 你知道剩下什麼嗎 叫做青菜游泳湯 就是有湯 青菜在上面幾片 在那邊游泳湯 還有一碗白飯 還有一個島路 你知道嗎 我都非常感恩 那些門徒看著我這樣吃 他們都說 他們都一直嘗試我吃得下 還是會跑到外面去吃 價錢也是要在那裡吃 你知道嗎 我就發現到其實很多人的想法是什麼呢 我擁有的 我看到我自己擁有的是這麼少 我怎麼可能給你 我看到我擁有的已經這麼少 我怎麼可能給你 我已經這麼缺乏的 我怎麼可能給你 我已經這麼樣的 無法供應自己的 怎麼可能給你 耶穌就問他們說 你們到底有多少 你知道嗎 他們說什麼 五個餅幾條魚 五個餅兩條魚 怎麼夠我們十三個人吃 耶穌加十二個門徒 對不對 怎麼夠呢 五個餅 然後五個餅 兩條魚怎麼夠呢 他們想的都是自己 今天的社會問題就在這裡 我們想的都是什麼 都是自己 我們一直想 覺得自己很缺乏 自己的權力不夠大 自己的擁有的物質不夠多 我們都沒有辦法怎樣 分享給別人 今天的社會也是這樣 今天的政治社會也是這樣 整個政治形態在這裡很封閉的 你知道嗎 權力地位已經這麼少了 我怎麼可能再分給別黨 我怎麼可能再分給別人 今天我所能夠領這樣的 這麼少的怎麼可能再給你 我前幾天看到一個非常覺得很好 我很好我的笑話 你知道一個立委一個月領多少錢 你知道嗎 他做了兩屆之後他就有退休金 你知道嗎 老師要做幾年才有退休金 25 現在不能25 做到65歲 好可憐啊 你知道嗎 做了65歲 退休之後才能領15年 他做了8年就可以領多少 領一輩子 哇 你看看 有一天連將跟立委說 你們這樣領太多錢了 他說我們如果錢少 服務品質就不好 我告訴你 牧師錢少 所以講道就不好 你們要多奉獻 沒有人受阿們 我其實很可怕的想法 這是一種蜀式的想法 你知道嗎 我完全是這種蜀式的想法 帶進政治的時候 帶進社會的時候 你難怪看到 這個社會是這麼樣的自私之利 每個人都是想自己的事 想自己的擁有 我們很少說 我們謝謝 我們分享 我們怎麼分享 我們很少去想這個問題 你看耶穌怎麼說 你看看 蠻圖說 我們這裡只有什麼 五個餅 幾條魚 我們這兩條魚 有沒有很可憐 兩條魚 你如果到加利利就知道 那魚有多大 你知道嗎 你到加利利去的時候 你去看到那個魚 沒有這麼大條 你說 都是怎樣 都是這樣 這樣就很大尾 你說這樣就算大尾 你知道嗎 兩條魚 然後幾個餅 餅比較大一點 你知道嗎 OK 再再看 你看一下第18 耶穌說 拿過來給我 你看喔 耶穌說拿過來給我 你看耶穌的動作很漂亮 你拿過來給我 你看看來 再來第19節 耶穌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 就拿著五個餅 兩條魚 把自己擁有的 望天祝福 兄姊妹 耶穌怎樣 望天祝福 撥開替個門徒 你再讀一次來 有沒有很美 耶穌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 就拿著五個餅 然後拿兩條魚 然後怎樣 望天祝福 然後撥開餅 他拿著五個餅 然後叫望天祝福 求使聖化 求使豐富他 他望天祝福 我曾經跟各位說過 你沒有錢 不要一直看他自己擁有的 這麼少 啊 星期天 我看到一個弟兄常跟我說 喔博叔 我貪很少耶 他說會貪很少耶 來禮拜的時候開一台Benz新的 三百多萬 他說會貪很少耶 他說 他去停車之後回來 跟我說 你可以跟我握一下手嗎 可以啊 為什麼 我希望你把賺錢的恩高 傳達給我一下 我要說 我要收錢 握手要收錢 他說什麼 他說你開Benz 開那麼大的車子 還說你賺的錢怎樣 很少 我們都覺得怎樣 這永遠是不夠的 有沒有發現 我們常常覺得再怎麼多 你說覺得不夠 我記得你在缺乏的時候 你應該要感謝讚美神 要望天怎樣 祝福 所以我曾經告訴各位 一種禱告的方法 就是把你的存款布 放在你的床頭上面 你知道嗎 看到就為他禱告說 神啊 祝福我的裡面的錢能夠增加 你要望天祝福 天天祝福 你一定會看到他會增加的 沒有增加的 你又拿來我替你簽 你知道嗎 多簽幾個臉給你 你要知道這種 這種望天祝福 是每個基督徒 應該要有的一種信心 我們都不敢去望天祝福 我說主啊 只有這些在禱告還會多嗎 禱告真的會增加嗎 這是一種屬世的想法 你應該被你給屬天的想法說 我相信我禱告以後就怎樣 就不斷地被生化 不斷地增加 真的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中午我去吃飯 然後到一家這個餐廳 阿德的家的對面 有一家小小的海產餐廳 去吃飯 其實我去的時候 他們已經快吃飽飯了 我喝了幾口湯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今天我最慢來 我這個人習慣之神 我最慢來 今天這一週我請客 你知道嗎 當然要摸看看口袋有沒有錢 收了 如果大家都沒有反應的時候 我必須去付款 但是我就收了之後 我心中忽然之間 就有一種期待 大家趕快就說 阿牧書 沒有這樣 我就說今天我付款 大家都點點 然後我起來的時候 忽然之間一個貧困 阿牧書 沒有啦 我心中很大的安慰 然後他去付款的時候 夫人之間去付款的時候 走回來 阿人啦 他說 牧書是誰要嗎 結果不是 不是我 我就發現阿 兄姊妹 我們一起來吃飯的時候 你們發現到 會能夠一天付款是一種祝福 你有能力嘛 你知道嗎 你有能力 所以我期待著 你要常常去望天怎樣 祝福 真的 你望天祝福的時候 神就會給你能力 神就會給你豐盛 神就會讓你想不透的一種豐盛 在你身上會產生 你不要一直都說 啊 我只有五位 五位变兩位去 我自己不夠 哪有可能本意啦 你知道嗎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有一百個人 有個兵 你知道嗎 兩條魚 我們要望天祝福 然後呢 一人不一地地 餓死就算了 你知道嗎 但是你要知道 我相信神一定會祝福 你看喔 你看 他就望天祝福 有沒有很漂亮 他就望天祝福 我期待著今年過年的時候 你要望天祝福 跟神說神啊 我仰望你的祝福 我們的家希望 有雙倍的恩典 雙倍的祝福 我的孩子需要有雙倍的恩典 雙倍的祝福 跟我說一次 我也需要有雙倍的祝福 我望天祝福 抱著你孩子的時候 你就把孩子奉献給神說 神啊 我將我所有 我的孩子都仰望你 把他擺在裡面 我望天祝福 然後呢 耶穌怎樣 撥開了餅 撥開了餅 這個撥開的餅 有兩種解釋 一種解釋是 耶穌他撥開自己 把他的生命分飾給所有的 弟兄姊妹 就是說 他把自己撥開了 他真的把食物撥開了 分飾給所有的 另外一種意思是說 耶穌撥開的時候 這代表著什麼 代表把人類的這個固執 這種絕望 這一種仇恨 這一種裡面的苦毒 裡面的救灶的人 把它撥開了 把它撥開之後呢 裡面要充滿神的愛 但解釋是兩方面的 看你怎麼解釋 真的我一直看到 其實耶穌撥開的時候 是他把他的愛 就怎樣撥開了 要分給所有的人 把這個望天祝福的 這種生命的能力 就分給所有的人 你知道嗎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們這種天然人 我們這種屬地的人 也應該要被撥開 讓這種舊造 就能夠流出來 這種舊思維 能夠流出來 我們屬世的觀念 要流出來 流出來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到 神的愛才能夠 進到我們的裡面 然後他就替給門徒 又替給什麼 又替給眾人 結果吃了以後 你看第四二十節 他們都吃了 並且怎樣 吃飽了 把剩下的零碎都收拾起來 裝滿了幾個男子 十二個男子 總共裝滿了十二個男子 代表他是圓滿的 是豐盛的 代表他圓滿是豐盛的 從這個經節 我期待你得到一個啟示 得到一個啟示 就在憂傷絕望的時候 你不能夠 不把愛活出來 你一定要有個靈敏的心 就要另外一個啟示 不要一直看到自己的 永遠的這麼少 你應該要知道 神給我的 是那麼樣的風聲 還有一個啟示 就是在這種痛苦 絕望的時代 很缺乏的時代 不要再埋怨 不要再批判 你知道嗎 不要再講 蔡英文不好 昨天一個人打電話給我 他說一個瘋子 叫做狂人 叫做什麼 川普當選做美國總統 這個世界化瘋了 大家每天都 把所有一切的消極的原因 都在我們裡面 我們很少望天祝福 你知道嗎 我們很少望天祝福 祝福是一種能力 告訴各位 當你在祝福的時候 所有一切都被聖化了 當他埋怨的時候 一切都進到撒旦的手中 進到撒旦的 陰安的地獄的裡面 所以我一直鼓勵各位 在這種絕望的時代 缺乏的時代 真的我們好像看不到未來 但是基督徒就是這個世代的光 就是這個世代的希望 每次我跟一些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一講到林牧師就會怎樣 很興奮 你知道嗎 真的 這個禮拜我到草屯 我們在跟一些朋友吃飯 然後忽然來了一個人 我也不認識 他們就跟那個人介紹說 這是林牧師 他說這是林牧師 他說這是林牧師 傳說中的林牧師 你說 心中的很快樂 傳說中 其實也沒有傳說 還在活著 那樣傳說 對不對 他說你是 你是這一週的大哥 我應該叫你大哥 我就夫人之間 變了很多人的大哥 為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說 我們應該 讓人家覺得 看到我們是看到什麼 光 看到希望 看到未來 還是你活著 港寬跟人家一樣的 阿扁不好 然後馬英九不好 蔡英文不好 李憲平不好 對不對 陳太不好 誰好 Nobody 沒有一個好 你應該跟你說神好 我望天祝福 我希望望天祝福 使得祝福在人間 這個世界就會變得很美好 多說一些祝福 你就會 說一些祝福的話 你就會變得很積極很肯定 你的生命一定會變改變 這個社會 印證你會得到更大的恩典 我們一起來守聖餐 今天晚上我們歡迎 弟兄姊妹一起來守聖餐 你心中如果有耶穌 就一起跟我們來守這個聖餐 你是大人是小孩 我的希望 因著這個聖餐 你的身體會健壯 靈魂會興盛 你不要懼怕你有沒有受洗 我希望這更重要是 因為你領受的這個聖餐 你會被神分別為聖 你的病會被抑制 做主會被砍斷 那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我們謝謝你 那我們今天晚上來守聖餐 於是我在缺乏的時代 你拿起的五個餅 兩條魚望天祝福 然後剝開 主今天我們看到這個餅要被剝開 這是你的身體 你要剝開 剝開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你的保血 就留在我們的當中 主啊 我們相信今天晚上 當我們吃了你的身體 喝了你的保血 我們生命會被改變 我們這個人會被剝開 所以舊造都要流出 你的生命要流進來 讓我們在世上 不斷地榮耀你的生命 也不斷地改變 我們屬地的思維 變成屬天的思維 變成屬天的思維 神啊 祝福我們 這是基督的身體 為我們捨得 我們當如此來紀念祂 這是耶穌所留的保血 是祂所設立的新約 我們當如此來紀念祂 我們一起來分這個柄 求助聖化這個柄 求助聖化這個柄 求聖化這個柄 雖然這是個病 但是我相信這是你的身體 當我吃了這個病 我整個身體就要被變化 我整個身體就變成耶穌的身體 是變成一個屬靈的身體 我的身體就成為屬靈的墊 耶穌求你來 求你來 求你來 聖化這個柄 當我吃了這個柄 所有的疾病 所有的疾病要被一致 所有的心思意念要被更新 所有的屬地的都要變成屬天的 因為耶穌就在我的心中 耶穌就在我的生命裡 耶穌要求你來 來聖化我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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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準備這是基督的身體 我們捨得 我們一起來享受這個餅 我們一起來吃這個餅 這是耶穌的保鞋 是他所設立的新約 我們當如此來紀念他 這是耶穌的保鞋 我希望你用雙手拿著這個杯子 要跟耶穌說 耶穌這是你的保鞋 跟我一起祷告說 耶穌 這是你的保鞋 當我喝了這個鞋 我舊的鞋都要被捷徑了 這是耶穌的鞋 耶穌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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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鞋就在我的裡面 我裡面就聖結了 罪惡就被鞋除了 捆綁就被釋放 捆綁就被砍斷了 耶穌求你來 藉著這個血 讓我過得勝的生活 一些的誤會 罪惡 罪欠 都離開我 讓我在你裡面 你也在我的裡面 從現在開始 我就分別為聖 主要讓我分別為聖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兄姊妹這是 基督的保鞋 我們一起來享用這個血 天父謝謝你 用你的聖聖耶穌基督 來愛我們 祂把自己 釘在十字架上 祂仰望你的祝福 祂破碎祂的生命 剝開祂自己 把祂的愛分享給我們 主啊 在這個絕望的時代 我們憂傷 我們痛苦 我們流眼淚 我們看不到希望 但是 因著你 我們永久把愛靈敏活出來 在這缺乏的時代 自私自利的時代 人都想到自己 想到自己的擁有 想到自己的地位 想到自己的名聲 主啊 讓我們真的被破碎 仰望你的祝福 仰望你更多的豐盛 更多的恩典 就在我們的當中 神啊 慢慢地祝福我們 現在 我們也要把金錢奉獻 在祢面前 求你耶娜 也祝福我們的奉獻 我們這樣祷告 奉告耶穌基督的名 Amen 兄姊妹我們來奉獻 你如果第一次到教會 不要介意這個奉獻 元末 歌曲 姚詞 詞曲 詞曲 千辛敬拜祢 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 祢的爱是我重新的利益 用我前行却依来爱祢 用我前行却依来爱祢 因为祢拯救我的生命 让我一生从此有意义 我愿一生轻轻跟随祢 今晚有风雨仍然不放弃 祝祢在每一天与我勇气 这一生跟随祢到地 sense that you are 天使我今晚用 scal 用我前行却依来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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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一生 从此有意义 我愿一生 静静跟随你 尽管有风雨 仍然不放弃 求你在每一天 给我勇气 这一生 跟随你到底 我愿一生 静静跟随你 尽管有风雨 仍然不放弃 求你在每一天 给我勇气 这一生 跟随你到底 求你在每一天 给我勇气 这一生 跟随你到底 尽管有风雨 仍然不放弃 是爱的天父我们把金钱奉献在你面前 求你悦纳 也求你让这些金钱使用在神国度的里面 也求你打开天窗 上尖下流的倾道 以我们的家中 让我们家中满腹 也让这奉献真的能够 也让我们的子孙满腹 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准备再次向隔壁人请安一下 彦祖的平安与我们同在 不要忘记在这个礼拜六 我们有新春感恩礼拜九点钟开始 也不要忘记拿着门脸回到家里贴一下 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祝福 请各位站起来 我们再唱 等一下 我们几个新的朋友没有介绍 我最近有一个姊妹叫做黄金花小姐 很漂亮的金花 OK 再来 胡康婷、蔡新瑜夫妇 欢迎她们来在我们的当中 OK 请坐 OK 还有吗 OK 好 那请各位站起来 我们再唱这首歌 快唱应该 我去哪里贴一次 他还能带进一个 小声唱燃 为何我去哪里贴 上这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是基督恩典 上帝的血爱 圣灵的感动常在与我们同在 从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兄姊妹 请坐我们敬拜就到这个时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